Hello 大家好 我是Gary 那么今天呢 也是非常的不开心的 想给大家来分享这一则的新闻 那么相信大家在微博呀 这个抖音啊 已经看到了这场 这个广东省运会里面一场U15 就是15岁以下的 这个年轻球员的一场男足的决赛的比赛 出现这个假球的这个情况 那么我看了这个视频之后呢 我第一反应呢 我更偏向于它就是一场假球 而不是说通过媒体的一些简介 从而呢 简单的得出一个结论 我们能看到在这场比赛当中呢 决赛当中呢 清远队呢 可以说是在上半场呢 打得非常的精彩 到呢在下半场开始的时候呢 这个清远队的球员呢 好像收到什么消息一样 那么呢 马上给这个球员之间呀 守门员之间呢 有一些交流 那么交流之后呢 居然呢 就发现了一个非常荒唐荒谬的这个场面 故意的造点球啊 眼神防守啊 根本就是一种非常 做戏都多都不如的一个 所谓的这个假球的这个现象 当然了 小朋友去做假球 你知道他怎么做吗 那肯定是做的不像的 不像成年球队啊 那么说到中国足球啊 假球这个现象呢 可以说是层出不穷 从中国足球职业化至今呢 大大小小的球队啊 联赛乃至这个足协 裁判组呢 都是各种各样的这种串通啊 合谋 给做出一些欺骗 我们球迷 欺骗观众的一些行为啊 这个假球这个制造 可以说中国足球呢 真是把脸呢 都丢到国际上面了 更别说现在的水平呢 是非常的差 在这个新老交替的过程中呢 并没有能够完好的结合 让本身已经并不怎样的 中国足球呢 更加的进入了一个寒冬时期 没想到就在这么寒冷的冬天 那么居然呢 这个浑水呢 居然呢蔓延至 这个年轻人的这个身上 我们中国足球唯一的 一些希望的这些小朋友上面 真的是让人非常非常的心疼 董路在这场比赛看了之后呢 马上呢就发一个 这个视频啊 这个评论说 不用证据了 那么这场比赛呢 铁打铁的假球啊 这个视频呢 比赛的录像 那么就是这个证据 那么在这场比赛结束之后呢 我们看到清远队的这个主教练呢 也是哭着给大家说啊 根本自己没有的选择 你看到这个清远队呢 本身也是属于广州队的一个体系之外 之内的一个球队吧 那么广州队为什么这么急需要这个胜利呢 因为看到咱们的这个中超联赛呢 两支的广州队呢 成绩呢都非常差 那么据说这个奖金呢 这些都丰厚的 所以呢 内部呢 就要广州队 拿这个 这个广东 省运会啊 这个冠军 那到底是不是呢 这个纪检部门 以及中国竹贤呢 已经火速的 派了这个专家组呢 去深圳去调查啊 我觉得你在这个调查之前呢 竹贤你先给我交代一下 去年中野联赛 最后一场海南队 打这个资伯队的这个比赛 他们合伙把梅州队挤掉的一场默契球啊 你有没有调查清楚 有没有给我们公众公布这个结果呢 并没有啊 所以你在调查这场小朋友的这个甲球之前呢 那麻烦你把上赛季的这个中野联赛最后一轮的这个比赛呢 也给大家交代交代 那么今年的这个中甲联赛呢 资伯队呢 是顺利的打上这个比赛了 没有任何的问题 那么就问你足鞋了 我们球迷连一份报告 sorry 我们连一份报道 报告都没有看到 所以你有什么资格 去去查另外一场甲球呢 确实非常非常的心疼 中国足球到这样 今天这样 真的是 我觉得寒冬已经不足以来描述 中国足球现在有多么的糟糕啊 在各个层面上都是 大大的远远的落后于其他亚洲的球队 你现在没有了这个十二强赛啊 多了一个这个十六强赛 对不对 那么我们的这个扩军之后呢 中国队就能因为扩军得到好处吗 就因为这样能够真的顺利进入下一届的世界杯吗 我看还是非常的困难的 那么现在的难度呢 随着这个出现的概率增加了 但是中国队的实力呢下降了 那么现在的难度呢 我觉得跟当年李皮带领我们冲击世界杯的那一届的难度呢 是非常的接近的 你想一想啊 虽然现在的球员没当时厉害啊 但是现在的概率不是高了吗 但是连李皮都没有办法把这个中国队带进世界杯 我凭什么 在这些小朋友 虽然名额多了 我们希望他在下一届的时候 那这一届还没打呢 当然我们可以提前备战 对吧 我们是全世界最早备战 下一届世界杯预选赛的球队之一 那就能保证我们真的能够有信心的出现吗 我看呢 很多球迷朋友们呢 都是对此呢 持一个非常悲观的这个态度 中足球你不怪的我们 你从彻头彻尾的臭 彻头彻尾的烂 现在呢蔓延到这番小朋友的身上 简直呢 让我们中国球迷呢 非常非常的心疼 好吧 我们且看这个足协 或者说是这个技检部门呢 能不能够查出一个所以然来 我觉得虽然中国足球处于寒冬 但是这些对中国足球百害而无一利的这种现象呢 必须呢要杜绝 希望我们能等到好消息 希望我们能查到个水落石出 而不是石沉大海 好吧 今天就先给大家收到这 我是Gary 如果喜欢我的视频 记得订阅点赞与关注 我们下次节目再见 拜拜